差不多國際最新消息 美國紐約市地鐵週四發生了事故 這是一列地鐵列車跟另外一列低速列車相撞之後出軌 造成至少24個人受傷 導致下午的交通尖峰時間 整個曼哈頓地區地鐵服務是一度中斷 好這是美國紐約市地下鐵 發生了兩列車擦撞出軌事故 這三條地鐵線服務通通中斷 在下班尖峰時刻造成了通勤上大混亂 還導致24個人受傷 當局後報之後派出了好幾十輛的警車跟消防車 協助乘客疏散 不過事故發生的原因還有待調查